作为教育重镇陕西西安高校云集 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们 更是校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他们在西安学习和生活 也见证了西安这座城市的友好和热情 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传播交流的使者 今天我们走进西安交通大学 认识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留学生龙志慧 因为中国武术他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周练习三次武术 是龙志慧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短短的几下笔画 却在一朝一世中尽显女侠风范 作为学校武术队里唯一的外籍常驻人员 他不仅崇拜中国功夫 还有一个梦想想要在中国实现 我因为从小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 所以我就从小好有意思中国文化 中国的武术 所以我就是从小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目标 我非常要和成龙一起演电影 2017年龙志慧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虽然来西安仅有一年半 却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龙志慧说除了想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功夫梦 同时他也被西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厚重历史文化所吸引 因为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所以在这有现代的有古代的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所以西安对我最合适的好好学习 所以我就选了西安到来这里学习 此外西安良好的创新氛围 开放的留学政策也让龙志慧感到温暖 2016年由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设立的思路阳光公益基金 资助30多名乌克兰留学生在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以及西北大学开始留学生涯 龙志慧就是其中的一位 陕西对我们留学生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在西安教大拿了奖学金 对我西安的生活好知识 这个奖学金让我好好学习 也帮我好好生活 龙志慧说他已经深深地融入西安 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生疏感 反而像是半个中国人 从小酷爱中国武术的他 十几年下来不仅在乌克兰 掌获不少奖牌 2018年他还代表西安交通大学 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 陕西大学生武术锦标赛上 先后掌获四项冠军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骄傲 因为在中国比赛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可以拿到这个荣誉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对我的中国武术 很肯定 这个对我目标比较精的一步 更好的鼓励我去练习武术 提高自己的能力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来到西安学习生活 目前建西安交通大学就有2400多名留学生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 占到88% 龙智慧说 在自己的家乡乌克兰 就有很多人来到中国学习 同时汉语也成为当地人 掌握东方语言的不二选择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 所以比较多人要在中国工作 在中国学习 毕业以后我要在中国继续工作 因为我是乌克兰人 我还要对中国人介绍我国家的文化 也要对乌克兰人介绍中国的文化 就是用自己的国际贸易的知识 我要帮助一下我们的国家的关系 越来越发展 作为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